古清迈历任国王墓碑与王室子寺墓总 拉玛武士抓龙公大帝王妃 达拉拉米斯公主 为清迈第七任国王 因特威达养龙之女 和母厅提代宋王妃担任国家公职于曼谷任职长达二十二年之久 于公元一九零九年回到清迈 进行清迈历代王室墓总的迁移以及收集之工作 因达拉拉斯米公主之努力 将之前分散在十一处的王室墓总聚集在一起 历任王室墓总聚集在河氏之风水堡地 供历代王室永久安息之处 即在普帕兰寺以及松道寺建立新的佛塔 以及王室墓园 并在佛塔及墓园完成后 举行圣大仪式安签来自贤方寺的所有墓总 并于公元一九零八年十月十五日至十月二十日 期间恭请高僧 尽情长达五天五夜的布施以及祈福仪式 在安签祈福仪式上 王室特别安排了一部关于帕罗夫的戏剧表演 目前在墓园一共有一百零五座王室墓总 在每年宋干节四月十七日时 亲外的公家机关部门 各教育机构以及当地居民 都会一起组织举办盛大的祭拜王室墓园的活动 借由祭祀以及表演活动 缅怀清迈利贷先王 以及保存传统文化 在公元二零一三年 艺术部和泰北纳瓦拉文化保护基金会 一起协同合作修复破损的其中十四座王室墓总 并且对王室墓园及周遭的排水系统 指示牌以及路灯等 进行全面系统性的修建补墙 于2013年8月22日开始施工 并于2014年7月18日全部施工完俊 修建之经费来自泰国艺术部 总额为4400万泰铢 由泰北纳瓦拉文化保护基金会提供牧种保护之相关知识及材料 并在翁清迈先生的审计监控下完成所有修复工程